有一对孪生兄弟同时进入高考考场,结果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弟弟则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。兄弟俩长相酷似,性格各异。哥哥忠实敦厚,弟弟活泼机灵,哥哥卓于言辞,弟弟口若悬河。 哥哥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,面对贫命交加的父母,默默无语。弟弟关在房里不吃不喝,长须短叹,叹道,天公无眼,食粮财。 愁眉不展的老爸,默想了两通宵,终于眨巴着眼睛向大儿子开口了。 让给弟弟去读书吧,他天生是个读书的料,哥哥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弟弟手中, 并在弟弟身旁说了这么一句话,这不是走进天堂的门票,别把太多的希望放在他的上面。 弟弟不解,问,那你说这是什么? 哥哥答,一张吸水纸,砖吸汗水的纸。 弟弟摇着头,笑哥哥尽说傻话。 开学了,弟弟背着行囊走进了大都市的高等学府, 哥哥则让体弱多病的老爸从镇半水泥厂回家养病, 自己顶上,站在碎石机旁拿起了沉重的钢签。 碎石机上有斑斑血迹,这台机子上曾有多少名工人压断了手指, 哥哥打走上岗位的这一天起,就在做一个美丽的梦。 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机身进行了技术改造, 既提高了碎石质量,又提高了安全系数。 厂长把他吊进了烧成车间,烧成车间挥舞弥天, 不少人得了西肺病。 他从几个技术骨干一起,担惊节律,苦心钻研, 改善了车间的环保设施。 厂长把他吊进了科研实验室, 在实验室他博览群书多次到各厂求经问道, 反复实验,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实验, 使水泥质量大大提高,为厂里打出了新的品牌产品。 水泥畅销华南基盛。 再之后,他便成为全市建材工业界的名人。 弟弟进入了大学后,第一年还像读书的样子, 也写过几封信问候老爸的病。 第二年,认识了一个大款的女儿, 就双双坠入爱河, 那女孩成了他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钱包。 整整两年,他没向家中要过一分钱, 却全身脱土变洋,帅呆,酷毕了。 进入大四后,那女孩跟他白白了, 他便整个人陷入了心中苦闷期, 泡巴,上网,无心读书, 考试靠作弊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。 他像一只苍蝇,飞了一个圈子, 又回到家乡所在的城市求职。 他还有那么一点的羞耻感, 不愿在落魄的时候回家见父母。 经世人才市场中心的介绍, 他到一家响当当的建材制品公司应聘。 好不容易闯过了三关, 最后是在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里答辩。 轮到他答辩时,老总迟迟不露面。 最后秘书来了,告诉他已经被录用, 不过必须先到烧城车间当工人。 他感到委屈,要求一定要见老总。 秘书递给他一张纸条。 他展开一看,上面书写着八个大字, 遇上天堂,先下地狱。 他一抬头,猛见哥哥走了进来, 端坐在老总的椅子上。 他的脸顿时灼烧的发痛。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示, 即使我们走在通往天堂的路, 也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会到达天堂。 不要总是幻想可以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梦想, 因为很多时候,梦想都像天堂那样, 遥不可及。 任何走进梦想天堂的路, 都是我们在地狱般的苦难中磨练成的。 小莫很喜欢这段话, 钱不能养你一辈子, 美不能炫耀一辈子, 罪穷无非讨饭, 不死总会出头。 谁的人生改说实权实美, 谁的生活不是酸甜苦辣, 谁敢保证一直都是人生得志, 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, 再幸福的人内心也有无奈难处, 谁的人生都不易, 尊重别人就是尊敬自己。 要想在人前显贵, 就得在人后受罪, 献给所有为理想奋斗的人们。 如果觉得小莫说得对, 请点赞, 再将本视频分享到朋友圈。 我是小莫, 明天见。